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是不经常跟这个系列的 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小伙伴会时不时的想念一下这个系列 所以我就决定以后在欧美与世剧腐化到解析的栏目里面 让它和世界服饰系列时不时的联动一下 让大家有空来多看看它 录一录它也是挺好的 OK 那我废话不多说 那就开始吧 那么老规矩 我会先来说一说年代背景和当时流行的服饰 这场海难发生的时间是1912年4月份 电影的时间线和《唐人庄园》第一季的背景是一样的 毕竟就是因为玛丽娜英年早逝的原未婚夫 死于太太尼克号的事故 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展开后面的故事了 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都享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经济腾飞 社会繁荣 正从古典走向现代 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个是女权意识的崛起 本来欧洲的大小姐们都穿着这样的大裙子 就是《乱世佳人》里面斯嘉丽穿的这种 特别繁复 啰嗦 还勒腰 但是因为科技的发展 让人从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加上青壮年男性随着海外殖民而从本土流失 女性也获得了工作的机会 所以到了19世纪末 20世纪初 西方的女孩子们衣服已经没有了群称的束缚 变得相对简约和方便 整体衣服呈现出优美的S型轮廓 因为当时有一个名叫吉布森的画家 特别喜欢画这种衣服 所以这种外形也叫吉布森外形 虽然和前辈们比 吉布森外形已经进步了很多 但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还是很隆重 穿上它就好像在走红毯一样 并且女性依然没有能摆脱紧身胸衣的束缚 就在这个时候上天天降奇才 1906年一个名叫保罗·波列的设计师大搞文艺复兴 他借鉴古希腊和地震时期的女装轮廓 设计出了霍布尔裙 这种高腰线如同灯罩一般的裙子一面饰 就让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为之疯狂 其他设计界的同僚们一看 好家伙这是新潮流啊 马上跟风 所以不管怎么样 解放腰身 女装向男装靠拢 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这部电影的服装背景是 从曲线走向直线的过渡时期 虽然女士们的衣服大体还是能勾勒出腰身的 但是已经没有新洛可可和八四二时期那么夸张了 大家对比一下可以发现前面两种 真的非常前途后翘哈 并且裙带明显缩小缩短 摊摊盖住脚面 同时上流社会仍然保持着那套繁文乳节 贵族女性一天要换N次衣服 如果大家还记得唐顿庄园的话 应该也会有印象 大小姐们一天到晚要换好多种衣服 睡衣 家居服 日装 晚装 茶席裙 等等等等 第二点是旧贵族的落寞与国际格局的变化 每当世界上出现新科技 就会催生出新产业 并且带动一批人的就业 从而来动经济 同时抓住风口的人就会成为new money 而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风口的国家也一样会跻身新列强行列 形成对老牌帝国的威胁 这样一来 旧有的秩序就会被打破 矛盾就出现了 而当时的美国 毫无疑问就是吃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红利的新发国家 唐顿庄园中的Cora和泰坦尼克号里面的男二Kell 就是新兴强国美国上流社会中的新贵 非常有钱 但是欧洲人们大家都懂得非常重视血统 不然也不会有奇怪的血友病了 对于欧洲人来说 美国人你再怎么有钱 在座的各位 都黑了骚 这些人不过是粗俗的爆发户 所以呢 欧洲人是不愿意带他们玩的 所以想要变成真正的上流社会人士 找一个欧洲国家的家道中落的名门联姻 就成了台价最佳方式 当时美国有不少富豪的女儿 带着百万嫁妆 嫁给了英国的贵族 被称为百万新娘 比如唐顿庄园里面的伯爵夫人 而Kell从身份上来说 就是性转版的Cora Rose和伯爵 就是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里面 被时代抛下的 只剩下空架子的贵族 OK 有了上述历节 我们就终于可以开始看电影了 泰坦尼克号的故事 可以分成两条线 现代线和回忆线 现代线是打捞 泰坦尼克号的宝藏 和老年Rose的讲述 回忆线则是Rose与Jack的 爱情线为主 占据了影片80%的篇幅 很多人盘Rose穿搭的时候 习惯性的指盘回忆线里面的少女穿搭 但忽略了她的老年扮相 其实这部电影的信息量巨大 每一个镜头 每一套造型 都是不能错过的 故事的开头是一支打捞队 正在寻找失落的海洋之星 虽然并没有找到钻石本体 但也找到了关键性的线索 一张女子的素描肖像画 她脖子上戴着的正是海洋之星 随后镜头切换 转到了一位老妇人的身上 老年Rose正式登场 她正在专心致志的作者陶逸 镜头给了她的侧脸特写 实际上是为了拍清楚 她戴着的新型耳环 这个耳环的形状和海洋之星是一样的 起到了和前面的剧情 衔接护纹的作用 同时也暗示观众 这位老太太就是画上的女子 她戴着成套的项链和耳环 看细节做工是相当不错的 银色的首饰配上红棕色的衣服 是一种强烈的 来自过去的老旧气息 同时也能看出 老太太虽然上了年纪 但依然热爱生活 把自己打扮得一丝不苟 虽然打不打扮这件事情 就是纯属个人自由 但是作为影视剧形象 这样更可以直观地表现出 Rose的活力和乐观 得知消息的Rose主动联系了打捞队 这里有一个队员认为她是骗子 这里说了一句 这里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哈 其实她说的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小女儿 安娜斯塔西亚公主 这个也是名侦探柯南剧场版 《世纪梦的魔术师》里的线索人物 当年沙皇一家被命运处决 因为一直没有能找到小公主的遗体 所以不少人觉得她侥幸存活 逃出身天 直到2007年 她的遗体才被发现 但在这两部电影上映的时候 这个假死说圣骁成上 还没有被证伪 按照Rose的年龄推算 她勉强可以算作公主的同龄人 这句台词其实很有意思 她用的类似于借贷的手法 交代了Rose在事故中假死 幸存 开启新生活的故事 但我个人觉得 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 还是拍的有点直白 很多镜头语言和台词隐喻 就可以说明的事情 非要让主角用大白话台词来解释一遍 当然留白少也有留白少的好处 这样可以使导演的创作意图更明确 能够做到雅俗贡上 老年Rose的第二套衣服是这样子 因为在户外怕冷 所以穿了一件橄榄绿的羽绒服 她手里还抱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狗 但脱下外套里面是绿色的裙子 配上复古风的迭代项链 和精致的长耳环 这套搭配其实非常复古 很有1910年的风格 其他人的穿着打扮和打捞上来的物品 有着强烈的断带感 但Rose的造型和这些80多年前的物品 形成了巧妙的呼应 可以说是她的造型风格 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了 接下去进入回忆部分 进入正片 少女Rose的第一次登场是一身外出服 在那个年代 欧洲少女人社会的大家闺秀们外出 所穿的衣服都是很严实的 路夫程度极低 并且手套帽子一应俱全 这样才符合好女孩的礼仪规范 镜头先给了她的手和帽子 被人恭敬地拉开车门扶着下车 这样侧面交代了她的身份的高贵 也轰托出一种她很特殊的女主氛围 这点和林黛玉出进贾府的这一段 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时这个构图是一个半斧拍的视角 带着审视的意味 车门算是组成了一个框 配上Rose条纹状的衣服 和包裹的一丝不苟的身体 凸显出她此时龙中金丝雀的感觉 因为电影里面没有完整的拍出这套造型 我就用定装罩来讲解 她穿的是一整套的套装 这个是废话 因为那个年代都是套装 这套裙子是根据10年代设计师 发布于1912年的作品复刻的 这套条纹裙用在这里异常合适 整体底色为白色 配上灰紫色的条纹 领口腰带和袖口都是紫色的色块 整体设计是简洁大方 干脆利落的 这种在底色上点缀少量色块的设计 可以避免衣服的甜腻感和廉价感 Rose的配饰也很有意思 她的帽子是超大号宽帽颜 也是紫色 横身上的衣服顺色 帽子上的装饰非常简洁 是一个大大的紫色蝴蝶结 但蝴蝶结的花纹 也是无数条深浅粗细不一的紫色条纹 套装里面是一件硬挺的白色衬衫 打至紫色的小领结 鞋子上有三条搭扣 耳环的话 我看了半天 我实在没有看清楚是什么形状 但上面镶嵌的是紫水晶 和衣服又是顺色 她还顺便携带了一把长冰伞 伞面依然是紫色的 这套搭配完美全式的 什么叫被圈养的宠物 全身的条纹元素并不是巧合 而是有意为之 条纹格子寓意着 规整束缚牢笼 比如阿非正传里面的续载 也经常穿着条纹衬衫 一方面这样的衣服 象征着牢笼紧紧的裹着它 同时这样的几何图案 给了她醉身梦死 弄惶恐的内心 披上了符合社会规范 看似魅力十足的外衣 而Rose的衬衫领子和领结 也是一种防御 窒息和中规中矩的意象 就好比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 女主角一开始的衣服 都是高领衬衫 同时女主这一身又实在是品味不俗 虽然是顺色 但是并没有全身一色 而是采用了精巧的颜色布局和点缀 呼应在每一个细节 接下去就是Rose的妈妈出场 她的穿着风格比女儿更柔和甜美 有女人味 没错 虽然岁数大了 但是她的风格甜美指数是高于Rose的 里面是一件蕾丝雕刻的长裙 领子高高利起 外面则是深绿色的外套 深绿色是她贵妇 野心勃勃的体现 里面的蕾丝裙 则是她本质上 还是一个依附于男权的传统女性的体现 她的帽子也很有趣 帽颜上插了一根剧长无比的羽毛 显然她高傲又难以接近 当她们登船的时候 阳光是打在了Rose妈妈的身上 但却挡住了女儿的光 这说明登船去美国这件事情 对于母亲来说 是如同上天堂一般的美式 对女儿而言 却如同踏上没有光明的地狱之路一般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镜头足以说明一切 但是电影里面加入了老年Rose的解说旁白 说明当时自己的心情 当然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可加可不加的 当然加了会更清晰明了 这点就见仁见智 最后来说一下女主的装发设计 有一个热知识 就是凯特·温斯莱特本人 其实是天生的金色直发 而非这样的红棕色卷发 他是为了电影特意坐在软烫 整整两年才恢复自己本来头发的样子 凯特是典型的浓郁如玫瑰的长相 股量大 五官大且深 并且五官在纵向和横向上都足够舒展 是一种大气明艳的美 很像油画里面珠原欲润的古典美人 其实他天生的金发也挺好看的 但是他毛发浓密 并且五官鲜明突出 浅色的金发和他浓烈的五官搭配在一起 容易显得不太相衬 如果要相衬 就要把眉眼唇的颜色都涂淡 但这样子的话 就不够突出他自身的特色了 而泰坦尼克号里染了红发 加上烫卷后变得厚重 费量十足的头发 就能衬得起他那张大气饱满的脸 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脸上使用深色 这样更能凸显他五官鲜明的优势 同款长相呢 还有绯闻女孩里面 布莱尔的扮演者 利顿梅斯特 天生是金发 淡染了深发色之后 经验程度一下子就提升了 同时 这头红棕色的头发和电影怀旧的时光感 也很吻合 也是在暗示女主角火热的内心世界 前面这些都只是铺垫 上传以后才是好戏的开始 若是那些华丽的衣服珠宝 让人目不下接 那咱们就下次再说吧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这期节奏呢 是比较慢的 主要以介绍背景知识 还有一些镜头语言解析为主 所以呢 信息量可能会稍微大一些 但是电影本身是解析的不多的 那么从下期视频开始呢 我就以讲解服饰为主 然后这里再小小的抱歉一下 因为个人精力不够的等等原因吧 再加上我的系列和栏目比较多 每个栏目的受众呢 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一般都是 每个栏目这样轮着轮着来 所以泰坦尼克号的解析呢 可能是每个月来个一到两次这样 所以呢 还请大家耐心等待 好了 泰坦尼克号的视角码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做的还不错 就请多多点赞 投币和转发吧 我是凯凯西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